大家好,这里是小川看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挪威的剧情片《一个好人》 影片开场,一个两兵半半的男人走出了监狱大门 尤里已经服刑12年,今天刑满释放 他曾是一名黑帮打手 12年前,因为妻子出轨 尤里冲冠一怒,枪杀了第三者 茫茫雪地,没有一个来接他的人 尤里重坐公交,来到了从前常光顾的咖啡店 在这里碰到了曾一级混黑道的朋友,大金牙 大金牙是个讲义期的人 这么多年来,每个月他都会给尤里的妻儿寄取生活费 大金牙说他寄错了日子,以为尤里明天才出狱 但这些都不重要,他得先给尤里找个住处 大金牙和他姐姐打了声招呼 让尤里在姐姐家的地下室先住下 尤里有一手修车技术 于是,大金牙便把他介绍到了杰夫斯万的汽修店 斯万觉得尤里坐了12年老,算是还清了欠收回了债 每个人都值得用一次新的机会去争取他们未来的生活 所以,斯万愿意接纳尤里 店里一共有三人 尤里,斯万,还有一个文职,玛丽 玛丽对犯过罪的尤里没有好感 他觉得人是不会变好的 斯万告诫尤里,别打玛丽的主意 因为玛丽离婚后伤得很重,不会轻易相信男人 斯万太太是个十足的怨妇 她脾气很臭,讲话刻薄 但对尤里还算不错 她给尤里买了电视剂,还每天做晚饭给尤里吃 斯万太太的意图非常明显 尤里心追肚明,也愿意配合 尤里不敢打扰儿子的生活 但常常会等在门前偷看 她找到在餐厅打工的前妻了解到 儿子已经结婚,有了自己的公寓 而且正在学习,成为一名电子工程师 前妻希望尤里永远不要去打扰儿子 可毕竟血浓于水 儿子可以说是尤里的全部 也是他仅有的希望 这天,尤里鼓起勇气按下了儿子家的门铃 尤里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如果儿子不想他进去,他会马上离开 说吧,门开了 尤里迫不及待地跑进家里 12年未见,父子二人显得有些陌生 但儿子并不讨厌这个父亲 正说着话,儿子的妻子回来了 看着儿子的大肚子,尤里有些发懵 儿子赶紧解释说 这是他的叔叔一直在外地旅游 刚刚才回来 尤里心头一酸 借口有事留下名片准备离开 儿子送父亲出门后,偷偷说 他告诉过妻子,父亲已经去世 不然会很麻烦 尤里勉强堆起笑容 点了点头,转身离去 他想给孩子买个礼物 可什么都买不起 这天,大尖牙告诉尤里 他找到了那个高明和尤里坐牢的人 大尖牙觉得尤里必须复仇 还把车寄给了尤里 并说尤里得慢慢还他钱 一个月一千五的抚养费 十二年,也就是二十一万六千块 之后,大尖牙又带着尤里去黑市买了手枪 晚上,尤里监视了高明人一夜 第二天早上,又忍不住来到了儿子家楼下 看着儿子和儿媳恩爱的样子 尤里坐在车里,一个就是傻笑 人老了,能让他开心的事情 或许只有家人的幸福 尤里从前妻那里套拿了一张儿子的照片 虽然照片上,父亲的头一被剪去 但尤里依然将他视为珍宝 他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手枪 放弃了杀人的念想 他想做个好人,想开始新的生活 复仇只会让一切变得更糟 尤里把枪还给了大金牙 大金牙非常生气 他不喜欢尤里软弱的样子 在大金牙眼里 懦弱的团队成员会让他这个老大很没面子 以前的那些兄弟们生病了生病 瘫痪了瘫痪 也就尤里还能撑起门面 所以大金牙不惜任何代价 都要让尤里复仇 他就是想在道上众点脸面 让人们瞧瞧 他可不是好欺负的 尤里说 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不能为了争一口气 就是杀人犯法 大金牙态度强硬 如果尤里不复仇 他们就此决裂 想起未出生的孙子 以及刚刚开始的新生活 尤里还是拒绝了 晚上 打扮到花枝招展的斯万太太 又给尤里端来的晚餐 新的生活 让尤里过得很湿滋润 不久 斯万心脏病发作 住了院 斯万做事一丝不苟 他不希望修车店关闭 让顾客白跑 千钉万筑 要求尤里按时开门 斯万住院的第二天 文职玛丽的前夫突然来找茬 尤里可是后过黑道的打手 一个脚步窜上去 直接扭断了对方的手臂 家暴难被做的 大气都不敢喘 下午 尤里去医院探望斯万 但斯万并不高兴 他还操心着 尤里走后 店里该怎么办 尤里买了巧克力和鲜花 可斯万对花粉过敏 还有糖尿病 礼物没送出去 尤里有些尴尬 其实 他今天来 是想预知点薪水 给孙子买礼物 下班后 尤里刚推门进屋 斯万太太就端来了晚餐 尤里顺手将手上的鲜花地了上去 说是食物的答谢 斯万太太感动坏了 和斯万结婚了这些年 他几乎感受不到幸福 斯万不像尤里那样 优雅尤里 好听的话 从没说过一句 还整天板着个脸 这一刻 斯万太太爱上了尤里 同时 尤里也俘获了玛丽的芳心 玛丽非常感激 尤里昨天出手相助 想约尤里晚上去家里吃饭 尤里当然开心地答应下来 尤里的儿子想买辆二手车 方便带妻子去医院 所以找到尤里 帮忙看看汽车的质量 以及价钱是否合适 能帮上儿子了吗 尤里求之不得 尤里非常想念儿子 愁愁片刻后 抱了上去 儿子犹豫了一下 也不自然地回报了父亲 下班后 尤里去了玛丽家 铺好床 干柴烈火 很快就做好了饭 突然 玛丽说 尤里不能在她家过夜 至少要等她们确定的关系 回到家 尤里看到 斯万太太还给她留着晚饭 女人的直觉 让斯万太太察觉到了异样 而尤里作谎称 今天加班大扫除 所以身上的味道不同 尤里被迫吃了第二次晚饭 又被迫加了第二次公粮 次日一早 玛丽向尤里道歉 昨晚赶走尤里 让她很后悔 玛丽邀请尤里 今晚一起跳舞 并许诺可以过夜 晚上 尤里正欢一副洗漱时 斯万太太已经做好饭 端进了房间 尤里赶紧找借口说 今晚要开个大会 讨论休吃的事情 斯万太太拉着脸 嘟嘟囔囔地离开了 早上 尤里醒来 看到温热的玛丽 感到无比幸福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回到家 尤里开心地手舞足蹈 一夜未眠的斯万太太 听到动静下了楼 依靠在门前眼含泪花 她知道 尤里有了别的女人 尤里也不想隐瞒坦白的事情 不过 斯万太太已经猜到 是玛丽抢走了尤里 对此 尤里没有否认 斯万太太走后 尤里想起了儿子 她用预知的薪水 给孙子买了礼物 不厌其烦地向儿子介绍着 可是 儿子没有耐心听父亲唠叨 儿子告诉尤里 她对妻子坦白了尤里的事情 妻子不太开心 她不希望 孩子有一个放过杀人罪的爷爷 儿子挑明说 不再把尤里当做父亲 尤里内心酸索 强压住情绪 留下礼物离开了 但儿子盼拿回家 而妻子生气 直接扔掉了父亲的礼物 乌鲁偏逢连夜雨 回到修车店 斯万太太正对玛丽破口大骂 玛丽的心再次受到伤害 斯万觉得尤里秉性难以 将她开除 现在生活还未开始 就在混乱中结束了 美梦破灭 让尤里失去了理智 她找到大金雅 提起了复仇的计划 大金雅非常开心 她已经为尤里制定好了杀人方案 并制造了很多不在场证明 随后 尤里暗响了告密人的门铃 告密人以为是妻子回家 便打开了门 看着持枪闯入的尤里 告密人当场吓尿 尤里把枪顶上告密人的脑门 让她数到12 然后说 这就是她在监狱的时间 告密人觉得尤里不该怪她 当初 尤里枪杀的第三者 是告密人的哥哥 而且 所有人都知道 是尤里和她那伙黑社会兄弟干的 毕竟是亲哥哥 告密人没法保持沉默 她也试图劝过哥哥 可哥哥说 那是被称之为爱的东西 不能公开讨论 如果尤里当时只是打了哥哥一顿 或者击中他的膝盖 折断他的双臂什么的 这种说着 告密人突然想到 尤里可以费掉他的手 逼泄粉 他还有家人 不能就这样死了 尤里想起12年的牢狱之苦 再次把枪怼了上去 可是 他实在下不去手 这时 告密人的妻子带着孩子进了门 尤里的心一下就软了 他怎么能因为自己的不快 而毁掉一个家庭呢 告密人想要补偿尤里 说他很乐意继续还债 原来 这12年 一直都是告密人 在救助尤里的家人 告密人每个月给大静雅2000块 而大静雅却只给尤里的妻儿1500 还要尤里念他的恩情 甚至为了一己私欲 要求尤里杀了告密人 得知真相的尤里非常生气 他要杀了大静雅 然要结束这糟糕的人生 当初也是大静雅怂恶他杀人的 尤里来到儿子家楼下 想见儿子最后一面 却被尤里强硬拒绝 但尤里必须见到儿子 他冒充快递员才叫开了门 尤里探出头对尤里说 他希望孩子在正常的好人环境下成长 所以请尤里以后不要再来骚扰 否则他马上报警 尤里不想让尤里生气 转身离开 他让尤里告诉儿子 他不会再回来了 尤里有些愚心不忍 追出门告诉老父亲 他儿子和朋友一起钓鱼去了 尤里可以留下口信 尤里转头说 告诉他 他爸已经死了 这时 儿媳的羊水突然破了 尤里内心挣扎了一下 立刻跑上楼 开车带儿媳赶往医院 但儿媳已经坚持不住 尤里无奈 只好在半路接生 幸好母子平安 尤里坐在病房守了一夜 刚出生的孙子 让他对生活又有了希望 早上 儿子终于赶到了医院 父子俩盯着新降临的小生命 开心的合不拢嘴 经过昨晚的事 儿媳不再对尤里败有敌意 他衷心感谢尤里 也愿意让孩子叫他爷爷 为了庆祝新生活的开始 尤里必须结束旧生活的威胁 晚上 尤里找到大金牙 想把车盒枪还给他 谈起告明人每月给的那些钱 大金牙毫无愧疑 认为一切都是应该的 尤里没有计较大金牙从中苛扣 可是 大金牙满嘴误言会语 把所有人都给数落了一遍 像是大家都对不起他似的 尤里突然觉得 这个人渣 就是他糟糕人生的根本原因 抬手一枪将其爆头 塞进了后备箱 早上 尤里去了废酒汽车厂 江车连同尸体 连而成了一块废铁 尤里点上一根香烟说道 春天快要来临了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希望我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和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